好 我们大家请喝热茶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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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圣生为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 大正妙法莲华经 请精华各位毕丘 各位毕丘尼 各位撒咪 各位撒咪尼 各位居士 大家好 彼佛 撒咪佛 我们 继续来跟大家 这算是第四讲 为大家 我们来解析一下法华经的全部结构 之前我们谈了所谓的开权显示会三规一 是法华经的开会二部 在这个科汉的大科 大科 这个什么大科土当中 三分大科土当中 我们也可以看出来这个事情 是这样子 那么 所谓的科其实就是 应该这样讲 科应该就是分类 或者叫做组织中的 组织中的 什么呢 的标题 或者说整部经 这个科是整个组织 它什么组织都可以 整个组织中 比如说我们台湾政府里有所谓的科长 科长 那个科 科那个古文的用意是指的某一个分类的分项 分项 这样子 在法律文件当中 台湾的法律文件当中 有所谓的这个调项目 还有叫它科什么 叫它一路一路下来 往项 那这里有的科就单独使用 单独使用 科就是指的是一个组织当中 基于某一种观念 然后进行什么 进行分类 分类当中 同一个等级的那个类 类的名称 或者类的观念 那叫科 有时候我们说大学你是读什么科的 科 所以科这个中文 中文这个字 常常是一套 一整套完整的组织或完整的文字当中 分它的什么呢 分它的细部章节 大家这样讲 那细部的是相对细部的 细部的章节 那么叫科 所以因此呢 我们说我们把经文做 做整体经文的解析 分解析 把它的组织 思想的组织呢 做一个整体的铺陈 或整体的一个 应该说 辨别 这个时候我们就叫做科判 以那个科的方式来判别呢 整部经或整个文章 思想中的 里头的一个 主师相互关系 是这样 那么呢 当然呢 既然是这样子 文章个人解读不同 那解读的角度也会不同 因此那个立的科的名就会不一样 那相互之间的关系呢 也不必然都一样 所以说各宗派的大德们 解释《法华经》理解的当然也是不同 可是 天然中在对于《法华经》的一个 我刚讲的 所以这整部经的文字呢 将它的组织做大的 判次科 判别组织的一个思想关系呢 做判别 这就叫做 做科判 这样子 我们呢 会发现到说 它有它独到的地方 非常特殊的做法 那么因此我们这里就会名称叫做 大科 这是有个大科这个名字的 就是在这里来的 有个大科 这叫大科 这就是大科 科分什么呢 有三分 三分呢 这就是汉兰佛教在解释经典的时候 固定的三大科 比如说它就用科为名了 大科、小科、下一科 都用科了 是这样的 都不用像、木、章节 什么就不用这样用 章节 还有品 不一定跟科是对应的 这点就不打算多说 怎么说呢 品的话 在很大意义上 是跟章节是有 跟科判确实是会有连接 但卷就没有 卷是往往是在 拿几品集合起来 它的那个卷轴的厚度 有固定的大小 这个时候就会成为一卷 那纯粹是物质性的必要 不可能把一个卷弄得那么厚 古人在制造这个卷子的时候 那经卷的时候 它的厚度 它有一定的范畴 那样 那这叫分卷 所以卷很难说 它跟那个里头的义里 有一定什么样的关系 那就不太明显 也没有那么决定 但是品 经一般来讲里头分品 里头分品 它没有分章 结 断 这样的概念 为什么呢 因为那是在华人用词当中 那是属于文章 世间人的文章 所以最常用的是品 一部经理由就是分品 就占大分品而已 这是佛陀战士的时候 或者早年 还没翻译做汉文的时候 这个印度人对于经文的大判 就是这样 大判就是大约的判别 就是这样 可是到了汉地来了 汉传佛教来了 它因为要对应很多很多的经典 表示表现的方法意义 这部经典这样说 那部经典这样说 那里教你念弥勒菩萨求生 兜率内院 那这边又跟你讲说极乐世界 那边又讲这个般若发菩提心 长远来人间行菩萨道 汉人的师父们 他面对这么多的翻译 而且来自于不动系统 他明明都叫做佛经如是我闻 以这个如是我闻做一开始 这样子 那么一定感觉上是会有挑战 都是佛说的 可是不同系统翻译下来的经典 它的内涵大相径庭 看法会一样 所以使得我们的主师在解读经文的时候 就分外的小心 这点跟南传的小部经典很短的 一般都是很短的 很少影印超过两张三张A4的纸这样 相对少的 我是指阿含经的 扎阿含 中阿含 长阿含 哪怕是长阿含也不会太多 所以他其实就是一个道理 大概就是一部经 单讲一个道理 有时候甚至于没有头没有尾 他就直接就是那个道理 就是一个应答的那个核心内容 就在那里 但到大圣经典来 第一个 汉传佛教所面对的 是那么多系统的大圣佛法 所以还有小圣佛法 那么呢 也面对大圣师小圣师 大圣师当中 又有各种系统的看法 所以汉传佛教的 当时他面对的 就是非常多的资讯 他就变成要怎么样 变成要很小心的解读 要不复为营的解读 很精细的去理解 那当然精细的理解 也要从整个大体上学习理解 大体上理解是在精细的理解 然后在一一对应其他经典 你看看他到底说有什么差异 这是必然的 所以你知道吗 当时的中国佛教的祖师们 花了五百年 才完成这件事情 你会以为今天我们讲起来这个图 好像很容易啊这样 这个图是被淬炼过的 智耳大师当年面对很多北方的禅师 《法华经》在他出世的那个时候 其实就已经有《普门品》单独流通 《法华经》也一直有在流通 但没有被那么凸显 可是还是灵心的有人在里面讲 有人讲 所以我们可以看出来他翻译的不止一本 《正法华经》《妙法莲花经》 这样子就是有不同的翻译 就可见当时已经有很多人处理 因此讲解的人也不少 这个时候智耳大师其实他已经在吸收 北方还有南方的法师们的见解 那时候重整 那才最后用他重整之后的眼光 然后来解读《法华经》 那个独具慧眼 几乎说前无古人 然后再解读成这样子的 对《整部经》的《一品分判》 我们确实可以看出来 你看下方 你看这里 你看看 下面这个品你看到没有 几乎都在 上面就叫柯 上面这些你都可以放成 你可以给泛泛的说这叫柯 深水可以叫大柯 你看它往下对应近乎都是单品 看到没有 那有时候深水一个柯有两柯 或者一柯分成两柯 但是你有没有注意到 它跟品的关系是相对密切 所以说经汉文的经典品确实有异理的 有异理的隐含意义在 这时候我们就来看看 但卷没有 但是卷是没有 所以你如果这样理解的话 我就问你了 那这样的话 你们诵《金刚经》对不对 《金刚经》里头被怎么样分了 《金刚经》里头啊 有什么 《金刚经》里头有没有品 有没有分品 没有啊 没有分品 他是被招 有流传说 那是招明太子自己呢 把他分什么 分 他不敢用品 他用分 一分两分就分 有没有 什么什么分 有没有 蓄己分 什么圆己 什么分 有没有 这样 他是有古得说根本 你看我们在诵经的时候 从来不诵那个分的 诵《金刚经》不诵那个分 分题的 但是还是被保留 被保留 被保留有什么概念 这就两种概念 这就表示汉传佛教 在这方面 没有统一了 有一个思想是说 《金刚经》根本不应该 这样子分品 分 没你的事 你懂吗 你没事你把它切割开来干什么呢 而且那个切割的概念 凭什么你这样切割啊 那不是佛的意思 你这样切割 一开始就会跟佛的意思有可能相助 这是第一种 第二种是 阿都已经分了嘛 好像也可以参考 这样懂吗 阿旧就留着 阿旧又变成怎样 变成经文是留着 那诵词的时候都没诵 都不会去诵这个 那但是我们诵法华经不一样 诵法华经我们会诵品名呢 是吧 为什么 因为那确实是古来流传的就是有品 那不是后来人工加上去 从这件事情你也可以看出来说 无量寿经不能搞那个会急的 我们没有看出来 对吧 人工做的事情嘛 佛讲了五次乃至于十次 我们有十三种翻译 无量寿经 什么意思 就是佛对的不同众生 讲无量寿经的意思 或者不同众生在一座上面 听到佛讲内部经 各自解读记录下来的 无量寿经 这样了解吗 对后人的研究来说的话 那就是把各自留下来的来比对 来各自参考 相互印证 就保罗他原样都好 至于持诵的话 没有说把他斗在一起之中 你理解可以说 我这里参考一下 那你参考一下 但是A是A B是B E 这一步是这一步 那一步是那一步 一定是不一样 何况翻译手法概念也不一样 对吧 你不用去做那种事情 这就好像说 你爸爸写了十三封信给你 那被你的教务主任收到之后 十三封信说 那个某某人 那个什么呢 李文发你那个书也没读很多 看十三封信太累了 那个教务长帮你爸爸的信 十三封整合成一封 你去看就好 你愿意吗 你愿意吗 当然不愿意 傻傻的你不会回答 一定不愿意啊 为什么 因为每一封都代表爸爸单独对我要说的意思 你懂的意思吗 那我管你 我管你 他是不是重复说 还是说的不一样 还是说的都一样 他代表十三次的意思 他如果十三封信都有提到说要给我钱 那我就知道 我爹真的要把钱给我 是不是这样子 那我就可以比对这些事情 你不能给我钱讲了十三遍 你老师说太麻烦了 讲一遍就好 不能这样子 你懂吗 我们的凡夫的凡义 凡思 不能去意测圣人 在集结经典的时候所得的意念 你懂吗 哪怕那是集结的 集结也是各式集结 这样懂吗 什么意思 有人说那凡黄忏不也是主师集结的 废话 人家叫做凡黄忏好吗 又不是凡黄经 他本来就是个人要修行的忏法 他拧出各地方来作为我的一个什么 我个人想要修行的法门 所以有什么不行 我们讲经也不可能说只读一部经 我就能让他讲经 一定要读这部读那部 互相融会贯通才能讲经 这当然本来就是综合的 这样了解吗 所以这完全不是那回事 何况到处被我抓包 无量那部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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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净平等 我不要共了 很长的那部经 到处被我抓包 乱翻乱集结 名字弄错的 意识颠倒的 不该加强的加强的好多 这件事情的人头脑很混乱 一看就看出来 我都写在那里 17条 我只随便抓 我抓到17条 后来人家大陆一一看了之后 普遍认同 最后就禁绝 这部无量寿经 这部假的 那跟他们讲 然后又有人说了 他说 那这样集结起来没关系 就不要称说是经 那不要称说是经 你把集结起来干什么 就分开来就好了 还丢不掉那个狐狸尾巴 你懂什么 就丢掉它 就不要用 这样就对了 那个是混淆的 你要相信你自己的佛性 你自己解读 五部经 五部无量寿经 目前都还在那里 名字是不太一样 人家有做对照表给你看 你就自己去研究 但是我也分析过 分析过说 康生凯本的确实是最完备 而且我还讲到 它里头有一个叫做五界流通 那就是所谓的持戒念佛流通 其他不 其他不没有 其他本子没有 所以它感觉是可以更完整 历史这个意思 好了 那法华经就没有 比较没有这种问题 比较没有这种问题 法华经里的普门品它单独流通 最早的时候它没有放进法华经里头 但是大家都知道 那就是法华经单独被流通 后来在当代抄写法华经的定本的时候 定本就是说要流通天下 以我这本作为范例 那谁会来做范例 大概都是翻译者 或者是帝王找那个什么 找对这部经有研究的人 来凯定 来重新确认里头有没有操作字 漏字漏词的 然后凯定完了之后 由当时的帝王 不一定叫皇帝 有时候是地方的王 或者地方的主管 或者是一位大德 就凯定完了之后 然后就开始流通 流通的时候 他也不会在背后注明说 这是我玄奘 这是我这个纠摩罗斯凯定的 也没有这样做 像现代人这样做一个拔 也没有 有几个理由 第一个就是说 当时的纸末 末还好 末其实也很难 纸跟末都相对贵 这是第一 第二 当时的人不会认为未来会有什么人怀疑 这是第二 第三 当时的人不是知识有普遍 所以能真能流通经文的 愿意读经文 能读经文的人 其实量也不多 所以他就这样抄下来 这凯定了 就被记录下来 就被知道 就开始天下书生开始抄行 一步抄成两步 两步抄成四步 四步抄成八步 那这都是书生抄行 后来慢慢到明朝 明朝是有刻板 用刻板 宋朝其实就有了 我看过宋朝的刻板 刻板的经书 刻板就可以想要重复印 重复印 那就对了 刻在木板上 木板上再校定一次 都对了 然后就印 那用纸去印就快了 是这样 所以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出来 我们总看 先简看看 它有二十八品 二十八品基本上 你看看它那个刻 对应下面这个品 你比如说 我们来看 我觉得概念性的让你了解一下 你看 诶 这个 续分 恰恰就是对应下面有个续品 看到没有 有没有 品就真的是经文 懂吗 刻在上面 告诉你说什么思想 那在上面 那是由智尔大师 部分文字是由智尔大师 基本上是智尔大师的意思 或者写下来这样 那偶艺大师把它怎么样 把它更加的精确 或者更加的工整 你要讲工整 就是说 他在讲那个刻的名称的时候 没有长短 有时候智尔大师因为 他讲法华经是顺口这样讲的 那讲解是这样讲 主要是在讲法华旋艺 还有那个法华文句 那在讲的时候 他那个刻的文字 有时候有长有短 比如说 有时候四个字 有时候八个字 有时候七个字 长短不一 你看在这里头 很近乎一样长 来看看 你看说法周 然后你看 登登 两个字 这两个字 这里也是两个字 有没有看到 好到这里来 来看这里 流通分 有没有看到 流通分 你看看 它下面有四颗 你看那个字是一样长的 有没有 看起来就相对 相对的 给你感觉是很工整的 工整在眼睛看跟记忆 这两件事情 事实上是有帮助的 所以我后来我自己写文章 如果写一些比较品情像古文 或者是某一些 某一些道理的论文的时候 我也会尽量将章节名称 用一样长 尽量 有时候没办法 是这样 就意思是这样 看到没有 那这些是由偶艺大师 稍微小小加工 稍微这样 把它对仗一下 这样 这样作为了解 背景上是这样 那我们来看 我们来看 一部经 古来 怎么样去解 叛读一部经 中国的祖师 有一位 道安大师 道安大师 魏晋时代的人 魏晋南北朝 那个魏晋时代的人 他 应该是晋朝 那他呢 有很多弟子 因此影响力就大了 然后他教导他的弟子说 我们解读一部经 有三分之别 这叫做盼似经典 盼而解释 分盼经典的意思来解释他 或者叫做盼别 经文的违言大意 以解释之 叫做盼释 盼释 你要知道 你要对一部经文 有一个整体性的理解 你解释经文 你才不会解头 解了头 忘了尾 或者尾巴讲一讲 跟头对不上来 你懂意思吗 就不会这样 所以一定要总盼 他说一部经的总盼 分三大盼 续分 郑中分 刘同分 所以一部经基本都会有这三大篇 三大内 大安大师呢 他人不高 听说在六十几公分 一百六十几公分 还是七 对一百六几 所以是以男子来讲说 并不算高 小孩子的时候 他青少年的时候去出家 青少年出家的时候呢 长相也不怎么样 结果他师父是个讲经的人 那应该是有些福报 那来就好 外貌也不扬 不扬不代表丑 就是说没有胎病人 只要注意这样 然后对到他去干嘛呢 去种田 没记错啊 种了两年来三年 他说种得很好啊 就是偶塞啊 做学徒啊 甚至是种田 种田的时候呢 他回来 有一天 他很恭敬地问他师父 师父那个 我种很甜 种了那么久 那可不可以我可以读经啊 我说哦好啊 读什么经 他就跟他讲一部 他说那什么经都好 他还不读 他说哦 那书后经柜里有一部什么经 这样 不是我们现在常用的经 那个时候的经 所以说他可能 他似乎也没有太在意 唐塞一下就好 他去读 他去读 诶 一个晚上他就读完了 读完了 隔天 他又跟他师父讲 师父我读完了 可不可以再另外一部去 你是有读完没有读 他说有啊 师父就 哦那你再去读另外一本 这样 第二天晚上又来 我就说师父我读完了 还没有第三本 他师父说你是怎么搞错 他就弄了一本大顿的 给他去读 他已经白天忙完了 晚上给他读 他又蹦 又第二天 第三天又去跟他师父讲 我读完了 师父就火大了 你是真来假的 来来来 你把这本经书拿来 经书拿来 经书拿来 弹开就跟他 随便就念一段文 说这段下面是什么 前面是什么 那意思是什么 大概是这样 那时候还是青少年 很知识在在的说 那前面就讲什么 后面讲什么 那这段文是什么意思 他说一听 哇 是真的还假的 还真对 我都没教他 我只教他去种田而已 这小子有没有 是基因突变还是怎样 你这么厉害 然后干脆你就跟他讲 好 你要去拿一部什么大的 涅槃经那种 你去读 没三天他就读完了 读完那书又给他乱问一通 把他乱问一通 他有 全部都答对 他书说 哎哟 罪过 你看那古文真的很不简单 他说 哎哟 罪过了 我让一块玉石 在那边种田种了三年 你赶快去吧 赶快去跟法上法师学教 比如这样 他就跟他讲去哪里学 就跟他介绍 你看那个失误就是这样 就吓到了 你知道 哇 这块美玉啊 我差点把他给埋没了 你看 他就不动声色 大师这个人是这样 年轻的时候就这么的沉稳 他也不会烦 他也不会觉得他被埋没 真正是人才是这样 你知道 他不会呱呱叫 他不会这样 他不会觉得自己怀才不遇 你知道 你上班的地方一定有很多你的同事认为怀才不遇 对 还是你自己感觉怀才不遇 你自己就对号入座 这种会自己感觉怀才不遇 大部分都不会是财 要是财 要是财 大概也都是废财 你懂吗 你懂吗 边财 你懂什么 财圣的 放旁边的那种 那种可以做燃料用的那种 或者做蘑菇用的 他不能成栋梁 栋梁基本上就是这样的沉稳 他遇到了 遇到这个 这位师父还真是 很有心料 他说 哦 传记看到这人还真的玩耳一笑一笑 也真的很感人 他师父说 哦 我差点埋没了一块美玉 但是你看 这样子师父就会怎么样 就会扶他 如果他开始就呱呱叫 对不对 师父我来出家是 是要做法师的呢 是要研究的呢 你都叫我种田 你这样辜负我呢 我要出家又不是这样呢 我要种田 我不能在家里自己种吗 你懂 现在的学生是这样的 你懂吗 你懂意思吗 那当师父都说 哦 看你要怎样 看你要怎样 现在是不是倒过了 他沉得住气 你要读这个传记最清楚 一个人未来你怎么样 所以 他对中国佛教有两大很大重要 再来他又说 他说 所有出家人都要姓氏 当年的出家人用他的俗性 姓陈就陈 陈法障 什么 什么 理传因 这样子 我们传因是姓李嘛 李传因 是这样哦 七 七弄八弄啊 你是李啊 他是王啊 这个张啊 什么 弄得这样 他就说 他说 他的学生多啊 他又 饱读经书 他说不 我们出家人都姓氏 所以才叫氏 这是我们自己出家嘛 对不对 所以我们自己自称 我事法上就是算了 但台湾有一位总统 他真的是 世界没有人 我们知道全世界都可以换 他们政府都容许你换名字 只是换多换少而已 那台湾现在换名字是非常open的 也不会管你怎样 想换就来换 所以有人换成怎么样呢 换成名字下面就是说 鲑鱼肠回流 这样子 名字叫鲑鱼回流 王鲑鱼回流 有一页餐厅 他说什么 他说 他说 我这里在卖那个鲑鱼的 就是昏食的这样 如果有人的名字呢 跟鲑鱼有关的 通通的免费吃这样 他就真的去看 为了吃那个鲑鱼你知道吗 改成什么 王鲑鱼了 什么鲑鱼南流 鲑鱼生蛋了 真的就是跑去护政事务所 要拿身份证来证明 你懂吗 有这种无聊的人 台湾换名非常容易 但换姓就不准了 换姓就不准 但是呢 中华民国第一次有这么一个公家机关 他居然接受你是出家人 你可以换姓 而且就照你们道安大师说的 换成是 解释的是 所以我的身份证已经是 是某某了 我的身份证真的换了 连名带姓一起换 这在国际上 一般其他国家也没太容许 因为有血缘问题 但是他就清楚知道 你是出家人 没有血缘问题 那就换 所以我就换 我每次 我以前去那个 我以前去那个什么 那个邮局 或者是银行 办什么事 他就会这样讲 那小姐这样 梁先生 换你了 我去就跟她讲 请叫我师父 那小女生 超火大 你是不是叫梁先生 我就出家师父 梁师父 好歹也这样叫 他就叫我梁先生 我这身份证上 已经是出家人的样子 你不会叫吗 他说我不知道 后来等到陈水扁总统 他就 好像就是余政协做内政部长 他告诉我 他说 那就可以去换 我立马去换 你知道吗 我去换的时候 那个什么 那个护政事务所 还不知道怎么换 然后都说 可以换吗 我一看到这样 我紧张 我当然可以啊 你公告了可以换 你赶快查一下 他查了说 对哦 还没有文件 还没有那种表格 还是上网 去拿下 我开始换 你事情越少的人 越赶快换越好 你将来 在你名下 有那个这个这个的 那就换麻烦 对吧 所以我那个时候才一两本 银行存布 然后 车子 或者是什么 健保卡 那你讲事情 真的换掉 我是是 我是真正性性士 所以是 弥天士道安 的老人家功德 第二件大功德 就是讲这个 三分 三分经文 就是士道安 所以有一种讲话 弥天姓士士道安 然后呢 弥天大判 道安 弥天大判 弥天大判 什么叫弥天 就是扩展到天人那里 判一部经 也一定是三分判经 人家尊重 看起来没什么复杂 序分 正宗分 流通分 但是有人说出来 而且是保读经书 人说出这样的事情 让后来的人家解经 怎么解都一定会分三分 这是汉人解经的共识 是这样来 这样了解吗 所以我们这里会有这些 你看 法华经三分总别 有没有 好 那本来就是三分大科而已 大转科 就是哪大科 就是续分 正宗分 流通分 这样三科而已 科 我刚刚说过了 就是组织结构的 的名称 的 的一个 一个 一个区块 叫做科 那会给他一个名称 叫大科 那大科一定是三个名称 续分 这一段文就叫做续 续是什么 发起的意思 续目 续就是开始的意思 续 接着呢 就正宗分 那就记清楚了 正宗 正说明 这部经的中子 所分的这段文字 一定 接着呢 为了让这部经呢 大家都能够将来流通 将来理解 或者这部经要怎么样弘扬 佛陀在说大圣经典的时候 跟圣文经典长相完全不同 就是有 特别有这个流通分 他的每一部经都制成一格 然后他都要去流通 当云和明此经 有没有 地藏经也是这样写 对不对 云和明此经 世尊说当如是明 如是如是明 这就是流通分的很重要的 立明流通的意思 就是我经过我要说明 您老人家说的这么多的道理 那我要用什么名称来说 您说的这一套道理 我一定要给他一个名称 这个时候当然就是 哦 经名 这个时候就是 经题流通 但流通不会只有这样 流通分是什么概念 就是 我用什么方法 让众生懂这部经 好要这部经 能够让这部经流传出去 以这个为目的 为这个目的而说的内容 通通叫流通分 哦 事情就大咯 我认识一位长老 他在解《无量寿经》的时候 他也是用《康生凯文》 但是呢 他在 那个寿五戒 五痛五烧 有没有 讲五痛五烧的时候 他 他讲解的时候 他这样说 他说 那长老我们都认识了 已经原集了 他说 他说 这个应该是 这个结经的时候 有可能从别的地方结进来的 这好像跟《求往生》好像没有需要 这讲的是戒律 他自己重新结一结 他就把这个拿掉 但他没有流通什么经 他在讲解的时候就没讲解 那我们怎么去说明他呢 我们怎么说明他这样不好 或者说我们告诉后人说 还是要保留 要有个理由的 最不成理由的理由就是什么 没有啊本来就在里头啊 本来就印在经文里头啊 怎么可以拿掉 这是一个最不算理由的理由 大家也知道 他就是因为认为那是被砸入的 砸入就是过去有人抄经 抄经的不小心或者想到什么 或者是个人的意见 把另外不经的什么道理也抄进去 他这样说 这样说其实是有点冒险 长老没有恶意 他是在弘扬 他是弘扬无量寿经 康生改本 所以他没有什么恶意 他也不接受这个会几本 那好了 ok 我要去说服后人说 这段还是要留着 用的就是什么 用的就是流通分的观念 我解释这件事情 我说 这其实是 无量寿经 康生改本无量寿经的流通分 流通什么呢 慈戒 他教人家要念佛 这一部分 刚好是慈戒念佛这一刻 跟我们古德所说的 依慈戒而念佛 的修行法很相应 他才会讲无痛无骚 这有观念 就是上戒 会有无痛无骚 那因此 不要去做犯戒的事情 那为什么这样子呢 是因为 众生虽然在无量寿经当中 生起了一个对阿弥陀佛的理解 信心 特别是四八愿 他也能理解 也能修行 可是呢 万一他 造五 五种 五戒相关的重罪 比如杀人 不用杀父母 就是杀人 偷盗 偷盗很多钱 一般来讲 偷重罪 偷盗的重罪 大概是一件价杀人的价格 以上就是重罪 最中庸的说法是这样 比如说偷盗 杀盗 哦 那邪淫 这是现代社会很容易发生的邪淫 那邪淫 然后再来 妄于 为这些人正欺骗 穿着架沙 骗人家说我是出家人 这一类都是大王 还没有正德果位 他说他已经正德 他是什么再美人 瞎掰 是这样 像这样子的话 你在临终的时候 你的恶业很强盛 阿弥陀佛的本愿 不是什么 不是不产生作用 是你自己身上背负太多的行李 阻挠了你去搭车子的动作 懂我意思吗 阿弥陀佛的极乐世界列车一定来 你称念佛名也OK 一定 阿弥陀感应到交 可是呢 你临终的时候 恶业太重 意念不起佛号 意念不起求往生的心 结果呢 叫让 阿弥陀本愿空过 空过 空过 懂吗 他的本愿应该来经营你的 阿弥陀也来了 你就有眼无珠 有耳不闻 有心 他无念 无往生之念 无往生之愿 有心无愿 哇 就不能往生 这看起来是冤枉 对吧 可是后人如果不懂的话 我们看到这种例子 我们甚至会这样想 我们说 念佛无效喔 对不对 你看这个人 还在那边堕落 还在那边受苦 临终死很不庄严 比如这样 所以弥陀佛当然知道 末法众生一定会有这种情况 对吧 你造恶业来不及遇到善知识 或者是你没有造什么大恶业 在过去式的恶元现前 让你正怨不现前 主要就是犯五戒 最明显也最糟糕 所以怎么办 他为了让这部经不被怀疑 懂吗 怀疑他的功能 他必须在最后讲五戒 持戒念佛作为流通分 帮助这部经能够流通的开来 不被怀疑 这样懂吗 因此我就这样解释了 我说流通分其实有很大意思 流通两个字的核心意思就是说 怎么将这部经流传 那么通达的 让众生能够流传到众生心中 让众生通达修行这部经的意义 叫做流通 流传流步于十方有缘众生心中 以令一切众生 这些有缘众生能通达此经之意 而依之修行 所以势必他要有流通分 这样叫做流通 里头有流跟通两个字 这样懂意思吗 流步于十方有缘众生心中 令一切众生 通达信仰此经之意理与修行 而能其修 依之其修 这就是佛陀讲任何一部经都有这个用意 所以势必他要有流通分 佛陀不会讲一部经说 我就这么说了 那听了就听了 不用太在意 忘记也无妨 那像佛陀讲这部经是干什么 没用意 佛陀不会做那个没有利益众生之目的的事情 懂吗 我们才会 我们一天到晚做那些无意义的事情 去逛百货公司 去跟人家打牌 是这样 然后滑手机 看那个乱七 看那个无脑的那个什么呢 这个shorter 或者是TikTok那类的 对不对 总在看那个 有一次我在素食馆里头 一对夫妻带两个小孩子进来 坐四个角落 一坐下就静悄悄在我旁边 我一个人一看 哇 四个人各自滑自己的手机 那我就刚好要去上厕所 绕他们一圈 没例外 都在看短视频 各自笑各自的 你懂吗 然后形同陌路 坐在最亲密的人 坐在对面 然后形同陌路 这样 很恐怖 这样了解吗 这就是无聊的事情 佛不会做这个事 所以佛任何一部经 一定有流通的内容 我说完整一部经 你用普门品 那就很难说了 因为它是一个品 是不是 它还在经里头 了解意思吗 比如说今天晚上 晚上 晚上 今天晚上 还有什么 要讲什么了 我看你们现在吃饱饭都已经这样 我刚刚撵完香转身 望过去 已经看到这样 像这样子 怎么办 怎么办 咖啡欧 要去喝一下咖啡欧 要激扬起来 听经要激扬起来 好 这样了解 所以流通分反而是很重要 很重要 结果呢 我为什么会在意这件事情 就我们智子大师做的 来我们看 我们不同前面看 从后面看 来看一下 你看 整部经了也是大分三分 一定有嘛 对不对 往下看 看下面这里 要看下面 续分 然后呢 正中分 流通分 你看流通分有多少 有多少品 来算一下 算一下 十一品半 十一品半 你看这里 哈啰 外面看 看这里 有没有看到 一部分 一品 这一品特别 这一品叫做 分别功德品 前两段 前两段属于正中分 后一大段属于流通分 所以叫十一品半 为流通分 没人这样判 全宇宙没有人像智子大师这样判 流通分 所以你看我倒过来说 看到没有 我们不要从前面说 我跟你讲 出家人读书 读经 那就没话讲 一定要精确的 好好的 诚意的 慢慢的 不急不躁 没有目的 真心诚意 求佛智慧 会来读经 懂吗 但 读其他四件书 包括佛书 通通 记得 记得 通通要不求圣洁 你要求圣洁 你就完了 有一句话讲 认真 你就输了 懂吗 不求圣洁才可以 你求圣洁 就什么意思 你全盘接受这个熟人的意见 了解 了解 你是佛弟子 你是佛弟子 对不对 你一定要守住 我不管他是谁 他说的符合不符合佛说 我不能一开始我就全盘接受 你懂吗 你懂吗 你还能够保持佛弟子基于佛法认知的警觉清醒吗 那还得了 很多 台湾也好 哪里也好 比丘尼也好 都会赖给我一些什么 谁说佛陀怎么慈悲 佛说对人要怎样怎样 我说佛 你经文天下名山深战多 法界良言佛说尽 天下好话佛说尽 天下名山深战多 天下的一切最真实的话是佛说的 你怎么去引那些什么呢 那些什么 心灵鸡汤 你懂吗 你懂意思吗 很多你懂 心灵鸡汤 那哪里是鸡汤 那根本心灵毒药好吗 是这样 那引那个东西 你是怎样 你是没有佛法证件 你是不是 还是佛陀什么都没说 是吧 你还来学这些 瞎掰 恩佛说 跟谁说 什么时候佛这样说 自己掰 你懂意思吗 写文章的人就自己掰 弄了一大堆那种 内佛教的心灵鸡汤 我常常说那叫做什么 那叫做珍珠奶茶 很滑溜 很甜 很甜水 吃了之后营养不了 你懂意思吗 很不健康 了不了解 是这样 你肚子填满那个 你读不了经书了 千万要记得 千万要记得 读经那就没有这种问题 对不对 谨慎 慎重 安稳 仔细 前程慢慢的理解 也不要急 也不要存有目的 特别不要存有目的 我来看法维经 将来 我到新加坡去讲法维经精华 我要见了 我要念 不行 读经书不是要去弘扬 要去做法师用的 从来就不是 干嘛用 你自己修行 先把经书放在你自己心目中 跟你的生命产生关系 不然理不就是乌鸦而已 学语 不能这样子 那就是把佛陀的东西拿来卖 它不是你流露出来的东西 你了解意思吗 所以读经不要带有这种目的 我就是出家以后来做法师的 我常常跟人家讲 我从来就不自居是法师 你们称我是法师 那是你们称的 我讲经就是人家请我讲 我从来不会说我来讲经好不好 我来请我去 不能这样 不能这么干 你了解我是第一个 第二个就是说 我们去讲经 不是人家 人家当时请我们去 人家要恭敬请法 我们才能说法 不恭敬讲法是犯菩萨戒 就是我们分内事当时这样 但真正去讲的时候 从来就是报佛恩 报众生们 不是我要去做什么 我要去做法师 不是这样子 懂意思吗 不是这样子 古人不讲 人之大患在好为人师 是不是这样子 我们不是要好为人师 我们不是要做人师 人家有请 我们知道一些 我们来分享给大家 就这样子 了解意思吗 这是读经的态度 跟读一般书的态度 千万要分清楚 懂吗 心是不一样的 这为什么会这样 很简单呢 你读一封家书的心情 跟读一个生意往来 或者一般朋友往来的一封信 心情会一样吗 会一样吗 对 是这样 你读家书 你就会知道用不同的心情了 怎么读经书用的那种精确度 你没到位 结果你读那四间书 读得津津有味 他说什么你都不信 乱七八糟 哪里是佛弟子 自己的本位 失去了独立思考的能力 完蛋了 懂吗 所以读书先不求圣洁 保持你的某个理解 好 这个时候他说上位 说的有道理 说的是 拿来解释佛法 道也合理 这个时候你拿来用 合理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读书绝对不是从第一页开始读 先读他的序文 读他本人的序文 接着他读后面的拔或者是后继 然后读第一篇 大概就是我们这一讲的序文 读一下 略略浏览一下 再读他最后结论 读一下 这样懂吗 如果那个结论说 最后结论是 阿弥陀佛应该就是太阳神信仰 应该是没问题的 那这部书直接烧掉 你不用看到最后才知道这个结论 了解吗 结论就错了 你还读那些 你已经中毒中毒再中毒了 你在事后才知道 你已经入了你的巴士 对不对 就先看他有什么结论 对了符合佛法了 我看看你中间怎么推论 有错还在谈 对吧 好歹结论没错 结论看起来就怪怪的 怪怪的就存疑 有时候不一定知道他错 也不一定确定他对 那就怪怪的先问一下 书要这样读的 了解吗 跟你读那个什么 那个什么 手机使用手册不一样 了解吗 要注意 好 所以你看我们现在导过来看 为什么 我们知道 偶一大师 不 智德大师怎么看待这部法华经 你反而可以从刘通芬当中看出来 看到没有 刘通芬 来我们看一下 分别功德品 注意 再来 水洗功德品 连续三个功德品 再来 第三 法师功德品 分别代表什么意思 出品因 功德 跟出品果功德 出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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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初 最早 最早 最早的时候 就是什么叫出呢 就是 佛 这样讲 大圣的菩萨理解十相之后 他开始进入到 十相的身心法界中 也就是说这样的 理解性 理解十相 跟正德融入在佛像 开示 悟 佛像 开示 悟入 那个悟 开始悟了 你已经悟那个十相 展现出来 最初的 因功德 跟果功德 叫做出品因 出品果 这样了解吗 你不了解 我知道 出品因 最初 那个品 是指说 在一长串的功德之内 一长串的功德 成佛有五量五边功德 对吧 但是成佛的功德 差不多 阿罗汉 差不多 零 因为他没有 阿罗汉没有接触到十相 所以大圣经典这么比喻 他说 阿罗汉的智慧功德 功德跟智慧 在这个时候是一致 表现出等比例 他说阿罗汉的智慧与功德 就像引火虫的光 佛的功德就像太阳 如日之光 我问你 引火虫光跟太阳光 本质也不一样 不一样 对不对 是不是这样子 他那个是动物的一个灵 发光 太阳那是何融何产生的强光 来源不同 形象也不同 产生效果也不同 因此佛的功德是无量无边 不是 我们正在展现佛的功德 是从哪里来 不是从罗汉来 从误入十相来 法华经之所以讲十相就是这个意思 那初误入十相的人 他就开始 就像那个摩尼珠 有没有 摩尼珠本来就发亮发光 可是他久久被那个珠子 被尘埃所污染 你根本就不知道里头有珠子 现在有人告诉你有珠子 你就开始擦 开始擦 擦到你感觉里头 隐隐约约有一颗珠子 这就要表示物的意思 隐隐约约有一个珠子的时候 那个珠子的光也就隐隐约约的 还有一堆尘埃 但是隐隐约约的透出透出 了不透出 那个第一次让你亲眼看到他透出的 那个叫做粗皮 这样子了吗 懂意思了 那就是粗皮 那先从阴上说 是什么意思 就感觉摸得到好像有光 那个我已经感觉捏得出来 里头有硬硬的硬核 那叫做阴 懂吗 那个真正的光真的露出了 让你模模糊糊糊的看得到 那就是粗皮 所以粗皮先在阴上 你已经体会了那个实相 体会有实相之事实 到了粗的时候就已经自在流露 展现 来我们看 随喜 分别功德是对下面的各种功德 总说了一下 或者对佛弟子误入实相的时候 他们的圣身功德是从 怎么样子显现的 他就跟什么呢 跟凡夫完全不同 跟一般圣人完全不同 所以他要分别让你知道 分别 这种分别是判别的意思 了解吗 那叫分别功德品 分别的功德的大小 远近 OK 那开始要让你感受到 误入实相时候的内容 误入实相的什么呢 那个误入的表现出来的那种功德相 那叫因功德 因的功德 只误入而已 只误入而已 那个时候我们会看到 什么 我们就会看到什么呢 我们就会看到 那个分别功德品的后段 所描述的内容 还有随喜 你想想看什么叫随喜 是他在做 我们一做 这是人家随喜 对吧 如果我自己也去做 那我已经坐在那个部分了 在里头了 对不对 我就自己坐在那个功德项里头 当然你也可以说随喜你自己 没有人这样讲 随喜是指A 随喜B 其他的人来随喜那个正在做功德的人 而 我们刚开始是还不知道怎么做 但是我已经在赞叹 赞叹你送法华经好啊 乃至辗转第五十人 来听经 来听 这个这个这个 法华经华 那个楼下的 我呼吁你们一下 你们在接近马路最近 去马路边拉人 拉一个进来你就赚到了 看你要什么方法拉 比如说这样 我看他里有点灯嘛 你就跟他讲 要不然你点灯 点灯消灾哦 那样子 你就拉了一个进来 然后他顺便听一下经 他就看到个大灵幕这样子 然后就有个法师在那讲经 然后你如果看到他眼睛发亮 你就说那要不要我带你上去 这样子 他上去的时候你这样跟他讲说 没位置的我们下去做好了 这样让他看一下 这样你懂意思吗 我已经在想这个事了 所以楼下的你可以做哦 这就是随喜功德 你了解吗 了解意思吗 就是说我或许听经我也不一定懂 但是我知道反正就很好就对了 这就要随喜 然后也告诉别人说听经很好 这样子 自来 像我们一位法师长老 新田长老他跟我说 早年他亲近他的法师傅 白胜长老 白胜长老讲楞严经 他有楞严经的白话 白话讲解这样 他讲楞严经 那 讲楞严经呢 他说他听楞严经 尤其是那个 他是台湾人 新年长老是台湾人 那白胜长老是江苏人的样子 然后呢 他讲话也就是江苏的口音了 他说他听了整整一个学期 都只听到第一句 大家请合掌 下面就听不懂了 是不是这样 最后呢就听到 一来合掌回向 他听了呢 都听不懂 是不是这样 然后说你这样 然后听了一个学期 他是当佛学院的学生 听一个学期 然后怎样 都听不懂 但听了法喜充满 都听不懂 但听了法喜充满 你懂吗 这就是随喜的概念 他还没有那个果 他听不出结果来 但是他就觉得 一定很好就对了啦 你懂吗 哎呀法师说的 这个我是不太懂 说什么道家众生都是佛 我是不太懂 但我管他的就是觉得很好 这就是因 就粗品 因就是这个意思 有没有这种感觉 是不是这样子 很多是这样 尤其我们在讲十项念佛的时候 很多人都说 哇太棒了 听不懂 然后他觉得 这样就对了 我管他的 我会好好回去念 到底法师说那些道理 到底是什么玩意儿 实在也听不懂 但是我总觉得很好 回去念就对了 你懂意思吗 这就是说的因 所以你会觉得 因为什么功德 因就是故功德 有没有 有没有 所以你在路边 楼下的那些居士们 你在路边拉人家听听 人家问你 那听什么 其实我也听不太懂 一起听就对了 你就这样跟他讲 这样懂的意思吗 就是你相信 这就叫做随喜功德 一定可以出品 所以你知道这件事情是对的 你随喜他就对了 你不要这样想 他哪听得懂啊 他要是听得懂 我都成佛了 你也太酸了吧 还是这样 你不要这样 你这样就不随喜了 你懂吗 你懂意思吗 那要怎么样 要欢喜 真好真好 我刚好有工作 我没来 真好你要多听 这样 那这种就是随喜 所以随喜 你知道五品地子未动 第一品就是随喜 所以这些粗品还是在随喜品 随喜 毒寿 说法 然后再来 肩形六度 正形六度 这叫五品地子未 里头的粗品 五品地子 五品地子未是外反位 但是很长 很长一段 这是在原教的果位当中判的 这叫粗品 随喜品 随喜品 为什么会还包含着分别功德品 这个叫做粗品 因为粗品的因 为什么是因 因为它告诉你 你要去随喜 有个随喜的动力 随喜的因 你要知道随喜的因是什么 你知道吗 觉得好 你才会去随喜 对不对 是不是这样子 万一有人在偷东西 做坏事 你随喜 那你就完蛋了 是不是这样 就这样 那就不叫随喜了 那已经 那也叫随喜 经上也会说 律上也会说 那叫做随喜造恶 你也等同造恶 跟随喜造善 等同造善是意思一样 这样了解吗 所以随喜有时候是讲成中性的 会随喜善跟随喜恶 恐怖 不可以 所以是要弄清楚 那个清楚就是 实相 实相 这个不是阿罗汉法 不是在讲解脱法 了不了解 所以 这就是 为什么 在第十四品 来 看过来 第十四品 这里 安乐行 在第十四品 他提到 他提到 他说 修学大圣之人 不与僧文人同树共子 一同论经 一同过夜 你知道为什么吗 你知道为什么吗 两个事情 一 有三个 一 他修法 的 善相 会让你对大圣 往事 因为 僧文人的修法 就修自己 对不对 对不对 我好伪众 你怎么样 我有眼不见 有耳不闻 我不去动 我的测语之心 我会用空性剑 来增止 我的测语之心 结果 他就会自己 小确信 安稳 在自己的解脱 修行上 懂不懂 懂不懂 但是你 你要度众生 你要拜托 度众生是什么概念 就是讲经说法 或者拜托人家来听经文法 或者是想方设法帮助他 然后他又不一定高兴 对不对 然后 你老公 你老婆 是你的家人 你又不能忘记他 丢开他 修你自己 你念了佛 你还怕他毁谤你 倒过来你也希望他能够念佛 你是不是念念之间有好多想法 你要很多的斟酌跟人家互动 对不对 对不对 是不是蛮辛苦的 你看这位老兄 meditation 天塌了都跟我没关系 他是这样 那你会不会受影响 会不会 对 平平都是佛教徒 为什么他这么自在 我这么累 你又开始怀疑你行菩萨道 你懂意思吗 你懂意思吗 那个深山住久的 他不喜欢下山 就会这样子 所以第一 安乐行品 就不准你去跟僧文人 乃至于在殿堂里头聊天 都不行 因为什么 因为一聊天他就会 他就会展露出他那个拒绝照顾众生的念头 而你念之再之是要照顾众生 共臣佛道 根本就不对盘 那结果呢 结果你是大圣人 你大圣人不想得罪任何人才叫大圣人动 不是说不想得罪人 就是说你一定要顺众生的义嘛 就普贤十大院里头就是随顺动生 对不对 结果他在讲他的身文教法 你怎么办 你跟他吵架 他棒大圣 你不跟他吵架 你得随顺他身文证 你看你怎么办 会咳嗽 这样了解意思吗 所以不通书通知 法华经是成佛的经典 他居然摆明了 叫你不要做这个事情 不是要随喜功德吗 对不起 那个不能随喜 所以你知道吗 很多台湾的大比丘们 有时候在我当时在佛学院当教务长 他们说我要离开他们也说要去参学 他们是老师 那我就问他说你要去哪参学 我去泰国 我去缅甸 我就 他讲完话我就正式地说 我说你的师父是大乘师 你现在也学大圣 你知道法华经怎么说吗 你现在你去生文证 参学 他们是不相信弥陀 不认可观音 不随喜行大圣法的 你要穿什么学 将来你要成为一个大法师 永远留着一个在生文证 学小圣的这个行动 你无非暗示着大圣不足吗 哈喽 大圣有缺 那就不叫大圣了 大而无外名为大 小圣是什么呢 内有空虚名为小 你是大而无外的跑去内有空虚的 就跟人家学 你的音上就认知有问题吗 当然这些话我没说了 我只是这样反问他 还好 我给打下来 了解意思吗 所以真的不能弄错 这就是法华上面明白写着的 他也在流通分 他在什么 他在鸡门流通 来看一下 看 来这里 流通分 这是鸡门的流通 鸡我说过了 持剑 对不对 这样就知道了 为什么在鸡门流通 世尊 世尊 就这么做的 古来诸佛 就这么做的 怎么做 不跟身为人同树共之 了不了解 你一定会这样想 师父 有需要这样分吗 这是华人特有的性格 你懂吗 你懂吗 大家都 好不好 你要知道 古人不也讲 静默者 下面 静默者 你懂了 对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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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再把华人那种 喝稀泥 分散恶 讲人情 然后卖掉佛法 特别是大乘法 汉传佛教近五百年来 大部分干这个事 大小不分 大家都好 搞了半天 近几百年来 没人再强调菩提心 开口闭口讲解脱 我说大乘法不讲解脱 讲成佛 阿弥陀佛 极乐世界 有个很重要观念 女人与二称不生 有没有 你们很怀疑 无量寿经上明白写着 女人 跟小乘不生 就不是说女人不往生 不是意思 就说 生到那里没女人 没有小乘人 有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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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吧 是不是这样子 那里不会有生闻乘人 生闻乘人就完了 就违背这里所说的 一佛圣经典说 不与生闻人同树共识 不会啊 他那里不会有生闻人 但是会有 现生闻乘的出江人 乘 因为他喜欢这个乘 这样 懂的意思吗 顺他的意思 这样而已 他不会学生闻乘 到极乐世界 没有小乘 没有女人 也就等于没有男人 就是一个中性的生命体 意思就是这样 但是因为女人 业障比较重 所以讲说没有女人 就代表 那里没有业障重的情感 在那里 这样懂吗 是这样的意思 经文是这个意思 所以 我们是从 讲90分钟 好像已经到了 是不是 来到4点15 4点15是两小时 应该是 还有40分钟 还有40分钟 好 这样诸位了解吗 我是精神很好的 我是怕你们这样 因为晚上还有 一听到我说晚上还有的时候 就这样 现在快来睡一下 那就糟了 好 那么 这样了解吗 这样了解吗 所以你看到了 所以 出品功德相 的那个随喜功德 是随喜大圣 不是随喜生文圣 所以你不能糊里糊涂吗 随喜不是很好吗 不是喔 不是这样 了解吧 当然了 有时候是人情 有时候是人情 人情 比如说基督教 人家也做了很多 天主教 做了很多 社会公义 然后说 很好 赞叹 赞叹 这个倒不是什么 这就是人情上面的 一种尊重 我们讲的随喜是什么 心向往之 诚而恳的 诚恳 诚恳恳的 希望 自己也这么做 这才叫随喜 了吧 只是嘴皮上面的说 啊 赞叹一下 当然 就不算 那你说那这样我跟生文人在一块 那就我也没有要赞叹他 那这样不是OK吗 No 因为你们形象不一样 对吧 要么就是佛弟子 要么都多出家人 了不了 你们在一起 人家会看成 有 以 以道相谋 就是我们互相求道 我们互相真上 那就不一样 意义是不同的 这样了解吗 当然你说 那这样要不要 哇 这个这个 跟他切割 道也不说切割了 经上又说了 他说啊 不称名说其过恶 一不赞叹其美 一不称名 赞叹其美 听懂吗 听懂吗 就人家在赞叹 微笑 保持微笑 二三度 懂吗 这样 微笑就 那个北韩那个小胖 他说微笑二三度 太多了不行 少了不够 二三度 微笑二三度 是这样 这样了解吗 可以是这样 不称名说其过恶 一不赞叹其美 是这样 所以我常常以 阿加曼尊者 对不对 我会尊重说 他是修行有德 但是我会讲他 他跟他太太的故事 以及他 我最常讲的 就是他跟他太太的故事 还有 这个这个 他因为 泰国佛教 那个时候很衰落 泰国佛教不是一直很兴盛的 不是 是从阿加曼之后才又形成起来 真的是一代宗师 对他们来讲是一代宗师 连缅甸 斯里兰卡都影响到 有位斯里兰卡来的法师 我有问他 他说他们都读他的传记 跟我们汉地读的是一样 ok 那 我讲这里 第二个就是讲他 穿驾衩不知道怎么精型 他甚至不知道这个驾衩在精型的时候 应该怎么穿 所以他不知道 因为佛法衰微了 然后他要问周边的 周边的其他派系的出家人的话 以他的尊严跟以他的谨慎 他可能认为他有那个能耐 他直接问佛 佛跟罗汉 他就发出念头 真的发出念头 发出念头他怎么说 他说 他跟他弟子这样讲 真的是 真的是讲得很明白 他说 会来教 然后弟子就问他 谁来教 他就跟他讲说 有时候是佛 有时候是罗汉 听到了没有 有没有听出端倪 有没有听出端倪 我既然讲有时候是罗汉 有时候是佛 你听出什么意思来 不一样就是不一样 有时候 有时候是罗汉 有时候是佛 换句话 在他这个罗汉 或者是因为有成就的人来讲 他知道佛跟罗汉怎么样 不一样 不一样 怎么能够说佛就是他罗汉 不能这样讲 连他们的阿将曼尊者在传记里都这么说 所以你要读出那个语言背后的意思 哈喽 听懂吗 听懂吗 所以 随喜功德品很重要 是我们修辱大圣的第一品 随喜 这一点就要稍微提醒一下我们的女众同胞们 因为女众同胞们根据《大爱道经》的说法 女人比较不喜欢随喜 喜欢嫉妒 了解吗 然后《大爱道经》他还说 他说 那个女人都认为我天下苏特第一美女 是这样 所以就会不想随喜他人 经常又说 他说 女人比较不知道圣人之所在 你比如说法华会上 做妈妈的Mahapasapati 就是摩合菩萨菩提大爱道 他优色陷于佛 佛陀说 你是不是因为我还没有为你受祭 所以你面露优色啊 大爱道比求你 大爱道说 是的佛陀 他就跟你讲 你未来成佛 一切众生喜见佛 不不不不不 国度是这样 正讲完的时候 他的太太 耶 耶士陀罗呢 就冒烟了 在法华会上他就冒烟了 佛陀 他感受祭 就是不受祭我 佛陀感受到 你懂吗 赶快跟他讲说 有啦 你未来成佛 名字叫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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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他太太心里想想 那也差不多 这句话 经文没写 这句话是我嫁进去的 你懂吗 比较有图样 你懂吗 你看看 在法华会上 唯一感觉很人性化的很重要的一段 所以说呢 女众这方面呢 是这样 女众是 身为女生是果 她有她的因 因当中 她就具足一定程度的这个性格 所以她才会在爱道经里有这么说的 她说不了圣人 最有名的就是那个谁啊 那个 柏拉图吧 苏格拉底还是柏拉图 她每次讲课跟我一样 都讲到Other 她老婆呢在煮菜 缺酱油 要她赶快去买 她继续讲课 她讲到她老婆在厨房里大吼 死老婆啊 赶快了 结束了啦 去买什么东西啊 她继续讲 你知道吗 讲了讲了讲 她老婆气起来了 从里头哪一盘水来 一正在讲 啪 她就把她撒下去 然后她就 也没反应 她说 刚刚打雷 现在下了 人家哪有智慧 做老公呢 我看也是怎么样 也常常遇到这个事 懂吗 是这样 这样了解意思吗 还有谁 你有没有看到整部论语 孔老夫子没谈到她老婆 你知道吗 她老婆是个汉妻 你知道吗 汉妻听得懂吗 飙汉妻 会胖打这个什么老公的那种 你了解意思吗 就像韩国 因为韩国也在山东嘛 接近山东 你懂吗 所以韩国女人当街打老公的 你看过没有 海胖打她老公 老公被打得哀哀叫这样 只是因为去跟朋友去喝酒 她老婆就在那等着 她一出来醉醺醺的 就一拳两腿 再加一拳 丈夫就躲在那里 就要滚来滚去 这样 很厉害 汉气 也是这样 所以说随喜对女众来讲是一个课题 那当然男众也是 男众好面子 也不想随喜 也不想随喜 众生 贪嗔痴慢疑 那个慢的导说 就是随喜 因为你慢你就不随喜 了解吗 所以我们都有慢心 那是第一 那是什么 那是五顿死 死就是烦恼 五种急顿的反应 什么叫急顿 不是随时会发生 但是它一发生的时候很难停止 叫顿 我们不会随便去嫉妒别人 但是一给我们嫉妒就咬在那里 很惨 很惨 有时候是妈妈都会嫉妒女儿 很惨 不用感觉难堪 注意就好 这是人性 这是人性 我们佛教不会讲什么事情 让人难 感觉难 让人要去难堪 不是 是要让你知道 这样懂吗 知道 它就是有时候很无厘头 很无厘头 这样 这也不是只有中国人才会有 西方也一样 很多妈妈 她嫉妒自己的女儿 也是这样 因为女儿总是比较年轻 是这样 抢走她老公的爱 人家说女儿是什么 老爸的 还三世情人 一世都快受不了了 还三世 这瞎做妈的很惨 是不是这样 才一世老婆 她三世情人 情人总是比老婆厉害 我告诉你 是不是这样的 老婆要柴米油盐酱醋茶 情人只要睡睡美美的就可以了 很恐怖 是这样 做男子的要小心 好 这就是意思 所以随喜功德品很重要 你知道 你不懂佛法 对 是佛法 或者不懂实相 没关系 你就觉得很好 你觉得人家看得很好 你觉得这个法 讲实相这法 这太好了 听不懂 没关系 这样的感觉 就是随喜 随喜更要告诉人家 比如说 家里怎么样 你家里可以有一个正宅之宝 法拉经 你也可以有法拉经 或者你要送礼 有没有 你的晚辈 你的平辈 你的上师 你的上师 上师 什么 升官 搬新房子 那你就问他说 我有这个台湾的那个 故宫博物院的那个 精装限量版的法华经 哦 正宅平安哦 然后呢 家里都会很 小孩很好养 狗不会乱叫哦 你这样跟他讲一讲 要不要我心屋若成 我送这个给你正宅之宝 然后还给传家 好不好啊 然后你拿相碑给他看 拿给他看 他要有善根 他说哦 会不会太高贵了一点 这样表示他要 你懂吗 你不要再傻傻的 跟他辩论 不用 不会啦 不会啦 您对我这么照顾 我送您这个 我也很高兴 我明天就带过来 他没有拒绝 那就是好 那就赶快送过来 这就是随喜啊 这就是随喜啊 了不了解 了不了解 我们让他能够随顺供养 一部法华经 那你买东买西的 还不如买这个 将来哪一天 哪一天 他往生那一天 他就知道 他就知道了 我们说过吗 一条牛闻一闻而已 就能转身做出家人 讲楞严经 对不对 那 何况他看了一辈子 而他孙子也看了一辈子 也看到长大 你说多好 这就是让他们随喜 很多方法 名字不可得闻嘛 无量国中乃至名字不可得闻嘛 现在 你都让他攻在家里 你说你对他有没有好 有没有好 这又是你的上司 或者你的长辈 或者你的恩人 或者你的最好的朋友 他一定会感念你 将来成佛 他那个 无量无边的他心通 跟宿命通 都会看到 对不对 对不对 万一他比你少成佛 他会先来度你 嗯 是这样 一定的呀 因为他是成佛的经典 所以真的太好了 我没骗住 好 至于说你家小孩子 每人就配备一小本 挂在胸前 那你如果怕弄丝的话 你再弄一个夹链带 或怎么样把它封起来 好 是这样 好 要看就简单 可以看 这样子 真的我没骗你 真的是不可思议 法华经太神变 好 那么这样叫做水洗 水洗品 水洗品 出品 因 在因 什么叫因 我刚刚已经讲了 就是 发起那个水洗的理由 叫因 懂吗 懂意思吗 好 你看比如说什么 比如说我因为看到功德 叫分别功德品 我因为看到了诸佛的功德 未来修法华的功德 所以我因此 觉得 法华好棒 像我刚刚讲说 供一部法华经在家里 对不对 你们听着说 哦 这么好 这个时候你说 这么好 那以后我有缘我也要请 这个念头只要一起来 或者 我要告诉介绍谁 来请 像这类念头起来 就叫水洗 这就是水洗 因为你听到大圣功德 对吧 对吧 然后你说我喜欢 我愿意 我愿意介绍人 我愿意自己来做 这就叫水洗功德 所以第一个 在分别功德品的后半段 他就已经进入到 发起你水洗的印了 这在教你学习法华经 有人一天刚好问我说 我要怎么学天台 学天台 学知识 我自己是天台传人 我从来不跟人家 我从来不去主 不是主张的 我从来不会那么样去推动 怎么学天台 我们推动的是 怎么学成佛 天台目的是这样 先把目的搞定 这样懂意思吗 那所以说 去体会 去颂词 那就是学天台 天台的目的是这个 不是知识 那不是知识 虽然天台是知识 的内容很多 但他最终的目的是这个 来 分别功德品 接着呢 水洗功德品 直接讲水洗功德 这样懂吗 你看 不是水洗造恶 不是水洗颠倒 是水洗功德 而且功德是什么功德 大胜功德 刚刚我已经说了 对不对 我引了前面鸡门的安乐行品 说到 那不是声闻的功德 是大胜的功德 大胜功德是怎样的功德呢 不必要他成为阿罗汉 你水洗一个人 不需要他成为阿罗汉 你只要水洗这件事 你也送法华经 你也供法华经 你也念佛 哇 棒 真的好 末法时代没有比这样的法能还好的 这就是水洗 水洗功德 是这样 你要找一位 找一位 见识相的菩萨 然后你来水洗大功德 很难的 你也没那个因缘见得到 懂吗 那怎么办 在经书上读 每读一次就水洗一次 可以吗 这就是送法华经的书生 这样子 我随时告诉你怎么修 这就是送法华经 你正在读你就正在水洗 这样听懂 然后再来呢 这个初品因功德 好 来 初品果功德是什么概念 就是你水洗到后来 你会证法师的功德 法师功德品 这样了解吗 法师功德品是什么内容 当然我们稍后 我们也会提一下 作为一个讲经说法的法师 他有种种六根的清净功德 好 那么 这样子的功德呢 就是因为你从水洗就能做得到 我再说一遍 水洗十相 水洗荡生 那因此 要懂得水洗十相 那的当人你就要怎么样 听懂十相是什么 你才知道要水洗啊 是不是这样的 不然 你可能看到出家人就水洗 你看到南传出家人 当然水洗OK 那种水洗就是 也要尊重人家 虽然他是圣文称 那我们尊重人家 我们做个居士这是OK的 这样了解吗 但是呢 我个人的看法是 他们有他们的居士护持 那我们要去护持大圣的 道场法师或者是大圣的单位 是这样 各自分合饮水 但是表示尊重OK 就像佛弟子经过了什么 官地庙啦 土地宫啦 王爷殿啦 什么的 我们跟人家合展一下 那表示阿弥陀佛这样念一下 这个本来就合理的 这样了解吗 没有说我们自以为高傲 然后不理别人 也不能这样 普通话不是这样子 好 那么这个叫做出品果功德 已经在水洗之后 直接从水洗当中 回应成为一个果相的功德 这样了解 那一般来讲水洗功德的果 因为那是什么 因为我们水洗的是石像 石像是空有不二 身心不二 石像是这样 所以呢 你会 你开始得在法师功德上的内容 你就会发现 无量不变 不可思议 已经都不是阿罗汉的那种 什么我跟个人解脱 政见四圣地 都不是这样 四圣地观苦空无常无我 对于菩萨来讲 当然也都理解 甚至也能震入 也能震悟这个道理 但是注意 别教菩萨 会修僧文教法的一部分 等到他理解空性之后 他不会震入果位 初果以上叫果位 但也可以极端的说 四果叫果位 真正四果才叫位 才叫果 因为初二三都还有个 还有个之后 初果还有个二果 二果还有个三果 三果还有个四果等的他 真正到那里才叫做没有果位的 没有妄上 我是指申文人 所以理论上说 极端的说果位 是讲四果才叫果位 但是因为震得初果之后 就一路不腻了 不再腻 只是时间长短不一定 申文人是这样 时间长跟短 要看根基 看根基 那第一种 进入初 从初果向要进入初果 应该这样讲 从凡夫要进入初果向 这是最难的一段 那圣人那一段呢 是从三果要正入四果 相对也比较复杂 这两段是比较 凡夫正入初果向 跟三果要进入到四果向 这段时间 这两大段 是对申文人相对困难一点 但我们今天来说 对于菩萨修行的话 也有别教菩萨 或是修申文教法 那这样的话 我随喜还不随喜 可以 为什么 因为那是他的 那不是他的目的 那是他的手段 那你要问 那这样这叫什么菩萨 这叫别教的菩萨 别教菩萨就是根基没那么立 他还要先修一段 类似生文人顿根所修的 那个 四圣地的教法 然后呢 体会到空的 那个 境界 之后 他不正入到生文果位 翻转发菩提心 再往 三地 圆融的方向去修 也就是观察到空 身文人正空性 他呢 见空了 最后呢 入庙有 而 转入庙有之后 他开始到空而不空了 他就转出来了 他如果一直认为空者是空 空无一物 连生死意 连那个什么呢 连这个 我生不可得 因此 我应该 住于空性中 以 超越 我个人身体的烦恼 跟累劫的烦恼 如果他这样修 那就是阿鲁汉去 就是出国人去 菩萨在这个时候 他会转弯 他会转弯 转弯说 哦 虽然 这是空 那我有苦 但是呢 苦也不可舍 空也不可得 苦是有 不可舍 空是空 这个烦恼 我执是空 但是也不可得 要空性来破烦恼 也不可得 他就开始不住空性 那看到什么 看到菩萨道的万得庄严之有 那叫妙有 这个时候这一刹那转过来 他就叫做 他就叫做什么呢 从通 藏通 从通出别教 通教人出于别教 出到别教来 是这样 有根气更利的 直接进入原教 进入原教的话 他就 他就理解空 但是更加早的转入到原教 直接建三地圆容 那别教人呢 没那么利 他从原教 他从声闻的藏教 然后在通教 然后在理解之后呢 入一个带别的原教理解 理解 然后他开始知道 空有庙有 他还没有看到中地 再修再修 才见到中地 叫做三地圆容 空 庙甲 然后中 中 中地 这都是地 这都是地 这样才进入到三地圆容 我们今天讲十项 是跳过空啊 慢慢再来甲啊 再来中啊 他这样次地上去 他直接理解三地圆容 直接理解三地 三地 这个叫地 怎么叫 三地圆容 这个三地 他直接理解 这就是根性比较利的 那么在修这个水洗的时候 是对诸位来讲 是最需要修的 就水洗大顺 十项之法 就是从空 要么我们根气差一点 我们从空甲中 中就是 非空非妙有 即空即妙有 空有不二 当下即是 那叫做中 中还分但中 对空甲说中 真正的原中就是实相中道 实相中道是怎样 一切法皆中 无一法不中道 也就是一切法皆实相 那也一切法皆空性 也一切法皆是妙有 哦 那就特别了 什么叫一切法皆是妙有 众生看起来造恶 那也是实相 那就妙有 那一般就不懂了 那讲这个的话 就可能很容易让社会不了解佛法的人 会毁谤 说你们佛教好像不分散 听懂意思吗 是这样 那就不是了 如果理解这样 那么我们就知道说 所谓的出品果 就是已经知道这个道理 知道懂吗 出品的果 他已经知道这个道理 但也仅只是知道 我误入而已 还不能够 如果在这个理当中自然的实践 开了这个理解的原因 因为我讲你还是可以懂的 这就是理解 圆解这个空甲中的道理 这就是讲果 所以果 讲到果这里来呢 就是我随行实相 那么对于实相呢 有更加坚定的认识跟安住 大概也 渐渐的那个习惯 你会看待事情呢 既看他空 也看到庙有 也看到中 三地呢 要么次地看到 要么合合一次看到 你比如说 这事情 世间的事情 我是修行人 没关系 你有找我 我也就跟你聊一聊 刚开始学佛 我是佛教徒 我是出家人 我们修行的 是这个道理 那你是外道 我跟你没关系 可是慢慢的 你有 你看到随喜功德 你会这样想 对啦 外道 外道不用担心 佛法这么深奥 不是每个人都懂啊 他也是牧师 或者他也是神父 那就聊一聊 做个未来因缘嘛 结个因缘嘛 那天要去公园 那我说有点累 我要准备功课 然后就有师傅跟我讲说 哎呀 去公园给人家看一看 也是杜众生啦 这个帽子戴起来好大 是这样啊 好吧 只好依教奉行 这样了解意思吗 就是这意思 就是说 看起来好像 我可以 不去做那个事 那就空嘛 不去做那个事 但是呢 去做那个事 其实也有它的意义 那就去做吧 是这样子 就渐渐的 你会实践这个道理 这就是五品地址当中的果相 会是这样 所以刚开始见山不是山 慢慢的见山是山 是这样 刚开始见山是山 慢慢见山不是山 最后你又见山是山 这就是在果上面 你因为水洗了之后 你一直水洗石像 水洗到后来 那个水洗石像的感觉 映入了你的身心 让你对石像更加的怎么样 笃定 你不是说就在石像内做 还没有到那个程度 还没有 但是呢 你会觉得很笃定说 这个说妙有也是妙有 说空也是空 我们不应该执着它是空 然后我们不去做善事 我们也不应该执着佛法的庄严 然后不去跟人家合广同城 跟人家一起合作讨论什么 推动宗教基本法好像很世俗 但是呢 不要把它当真 努力做 但不当真 什么意思啊 就是说有缘成功也不在我 无缘一直不成功 我也努力过 那你干嘛要做 我的能力就是看到它需要 所以我去推看看 你看有理想 有努力 可是努力就像在梦中努力一样 尽力 但是呢它不要有压力 就这样 这样子就是 你渐渐经过随喜实相之后 你看待事情 你渐渐是这种态度 这种态度 你会不会感觉相对洒脱一点 而且能做事 你有没有注意到 它不会怕怕的假假的 那有了这个概念之后 你根本不会在乎什么名啊 利啊 我站在哪里啊 我是什么会长啊 什么长啊 根本不会在乎这个 一切都是以我该为佛法做什么 众生将会为 因为我做了什么而得利益 你想要多这些而已 但即便众生有太大的利益 你也不会执着应该我来完成 但是虽然不会执着应该我来完成 但你一定努力的 见缝插针 欲动灌水 有机会就往前走 做得成功 感谢众生 做不成功 反攻自行 不会去怪谁 也不用怪政府 也不用怪哪个 哪个什么 名山道场 不支持我 没有什么 很多人说我在推宗教基本法什么 大山头没支持 我说不用支持 因为他们支持 法上法师这个人不知道对还错 他都不知道 然后再来 如果支持了 对了好像光芒都是法上法师的 如果错了 他跟我一起死 这样我们大家都不好啊 所以我们不需要这样做 你懂的意思吗 我们就是要为利益众生 没有说人家一定要反过来帮我们做什么 那只是意之所趋千万人无往意 该做就做而已 所以他表现出来的是 不贪不求不娶 也无所退聚 也无所畏惧 也无所懒惰 那你也知道该做些什么 但是从来也不停止 但是你也不去执着他 很难 但慢慢果相就是怎么样 你随喜 实相到底真的什么 我是没正德 但我心中就是觉得他对 他是唯一真理 那种唯一真理的实相之理 一定包含的空甲中三地圆容 所以我既然赞叹他 虽然我还没在他里头 但是这种赞叹的心里黏的感觉 成为一种果之后 慢慢你的心性对于三地 就比较有能够去实践他的那种自然的风味 他不是误误 但是你会就开始做 这才叫做果 所以跟因不同 因也就纯粹觉得好棒 这样而已 随喜赞叹 请大家一起来随喜赞叹 这样而已 了解吗 时间到了 是的 那么所以说 这部分就是开始在显示他的精华 精华当然七个讲 是不一定 应该是讲不完 但是 如海水一滴 因一滴而知权威 同个意思吗 佛法 法华就像一切佛法的大海 就终极真理的大海一样 那我们只能少一滴来喝 其实就已经知权威 只是表现法在放的位置当中不同 我们的角度会不一样的解释 我们就尽力而为 讲到哪儿算到哪儿 好 向下文常 会来日回向 众生无边顺度 烦恼无尽顺断 烦恼无尽顺断 法门无量顺学 佛道无尽顺断 佛道无尽顺断 同理大众 一切无碍 愿意是功德 庄严佛境度 上报似众恩 夏季深度苦 若有见闻者 西发菩提心 尽此以报身 同生极乐果 南无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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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无阿弥陀佛